到外圍之後 沒辦法適時的縮防 這個進攻籃板 張跟鈺切不進去得分 酷寒戰士 有啦 這個封面男主角 還是八分差 張跟鈺在底線 隊友都叫他投了 張跟鈺連得五分 球隊都快遺忘他了 IG的這個封面男主角 以後登上封面的都要特別出手 特別積極 所以這兩個field goal 對張跟鈺 對勇士隊來說都相當重要 這個切入 我覺得挑戰籃框 慕倫斯也沒有封阻到 包括這個底角本來就是他的一個熱鬚 這周從練球就看得出來跟鈺的 張跟鈺拿球 在罰球線附近 假動作埋起了Q 要站上罰球線 腳是不是 有點扭了一下 鞋子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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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掉是還好 如果腳扭了就糟糕了 對 狀況在正好的時候千萬不要受傷 這個 鞋子 對 鞋子的部分 腳跟已經被 鞋子被踩掉了 對 這邊 鞋帶綁滿緊的 所以重新系上鞋帶 然後根鈺要上罰球線 這個休息時間有點長喔 這個幫助幫 因為他剛剛鞋帶綁很緊 所以塞不回去了 還忘了自己要罰球 他本來要罰底線了 對 要罰底線裁判說沒辦法推他回去罰球 所以 根鈺今天是 要有信心一點啦 今天狀態其實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有時候久沒有打比賽 其實這個節奏有點跟不上 有點忘記 對 畢竟也曾經是UBA的得分網 張根鈺 沒有拾 沒有 沒手 單截7 球腳進取 rak 今天張跟鈺就是有辦法站上髮球線 按 Bea 阿敏個人的第一次犯規 這個空手奪位相當的漂亮喔 在第一時間 還沒跳的時候 就先放球了 賺到這樣的時間差 張耿耳單檢拿已經拿下7分 今天遊戲隊會不會出現另外一個百分百難牌 蘇維還在跟耿耳 這個不知道是在恭喜還是在垃圾化 應該是垃圾化吧 我前隊友就是也 看他有表現的時候 瞬間跟他聊一下 聊一下天啊 好 看最後一波進攻 剩4秒鐘 李清潔過來就交給張耿耳 拿到球 就十分球出界 張耿耳最後被判上來 這是神調度啊 哇 真的 徐總真的太厲害了 確實他耿耳也站在他該站的位置上 哇 張耿耳單節11分 絕對是勇士隊在第二節 還能夠維持這4分些微領先的關鍵人物啊 對 其實在板凳的得分上也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下 這耿耳真的把板凳的得分給扛起來了 對 張耿耳早點就跑到定位了 這個2分現在也確確實實地把握住 張耿耳 開拳秀在發球線後面出手進 手感沒有受到影響 謝謝 谢谢大家